欢迎来到林子的频道 这个作品我们做一个直立性的盘花 插和的原理也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做第一步 组织用红柳来作为它的组织 组织大约是平气的高度的两倍 到两倍到两点五倍 大约是这个位置 然后把多余的枝条给它剪掉 稍微有一点点傾斜 一根枝条太单薄 所以我们要给它多加几条枝条 这根枝条 它的高度稍微矮一些 这根枝条稍微裙斜一些 都是往这个方向偏移 这根枝条稍微裙斜一些 枝条不能等高 也不能交叉 这是叉花的霸吉 第二部分就是腹脂 腹脂我们可以选择枝条 也可以选择是花朵 作为它的腹脂 这里我选择花朵 作为腹脂 带绿色的花朵 当然它也不能够单一的一朵花 我们再给它加入腹脂的花朵 在另一个角度再加一次 但是这个花的高度不能是一样高 稍微矮一些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加一些碎花 点缀它的周围 这是一个枝条 是银葱花的枝条 让它稍微有点跳出来 圆形形 这根枝条架上去弯曲一下 形状 长度不一 这根短一些 这根长一些 再加一根更短一点的 好 下边我们看出来是三个部分 这是一个组织的部分 中间部分 然后侧面一部分 它们的高度是 7比5比3的比例 再补加一些碎花 记住我们是追求的是一份浪漫 有仪式感的家居插花 如果你也喜欢 请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